记者蔡文居台南报道 农历春节前夕 伊甸基金会今天傍晚在台南农园餐厅举办爱维炉活动 邀请200多位身心障碍朋友 家人 志工及电影线服务人员 齐聚一堂 大家提前维炉吃饭桌 现场除了美味佳肴 身心障碍青年们也策划英雄霸气走 手机舞蹈表演 精彩的表演 也炒热维炉的气氛 为了这场盛大的变装主场秀 伊甸身心障碍青年学员 不仅打扮成漫威英雄 有超人 钢铁人 蝙蝠侠 蜘蛛侠 等英雄人物 大家认真摆出各种角色的招牌动作 吸引众人的目光 也获得满场热烈掌声 其中打扮成超人的黄耿泰 是伊甸基金会伊甸新园社区 日间作业设施的心智障碍青年 今年37岁的他 领友智能障碍 中度手册 伊甸社工人员说 今天黄耿泰和队友们一起在台上干舞 很难想象四年前的他 刚来到伊甸心园时 情绪控制比较不稳定 参与度低 也因为手部精细动作较不灵活 常因为做得不好而感到挫折 如今却有了明显的转变 与人互动有了很大的进步 现在他每天都很喜欢来到小座所学习 每次领到代工奖金都会主动拿给妈妈 贴心的要给妈妈当作买菜钱 伊甸基金会 董事成亮表示 伊甸基金会连续五年来陪伴近千名弱势家庭 过年今天现场共两百多卫生账 朋友及家人 还有长期支持伊甸基金会的爱情企业 大家齐聚一堂 因为有你们的支持 身心障碍朋友可以在职场上发光发热 拥有独立自主的人生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